這車上有人趕緊救人 它不是一條河嗎 搬繩子從這邊拉到對岸 由這個車內有一定的距離 我當時我就跳上去了 跳去搬到繩子 我就拉到車上了 這一根繩子拽上去四個人 但是我父親聽了之後就說了 別看我弄大年紀了 我也跳上去救人去 當時我聽了說實在 特別有心理安慰 遇到這種事情 多出一份力盡一份責任 我睜不找你 我看你 你帶到這個人 但是我會用到網路 裁有什麼字 我那是不應該 就是我 你封連尋 不應該用到 又有一個人 那還沒什麼 我會感到 是輪到這個人 沒關係 我再努力 我先拿走 我是刘玉生 您是刘秘书长吧 我是刘秀 您好 你好 您好 你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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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叫我秘书长 叫我老刘就行 这是刚开的表彰会吧 对 这次表彰会 开得可成功了 有十五个个人 收到了表彰 好 秘书长您请 好 那是您的办公室 小李啊 这建议勇为基金会 就你一个人啊 原来有三个人 有两个有别的事 就不干了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 你怎么了 你这脸色不太好 没事 老伤了 这一到季节变化 就咳嗽个不停 怎么伤的 就个小姑娘 让车给撞了 也没什么 就是内脏受了伤 那你是英雄啊 我哪能是英雄啊 您才是英雄呢 我听说可得您的故事了 知道您是破案的高手 咱们天海市的老百姓安危 就全靠您了 你别给我戴高帽了 来 来 坐 您请您请 律师长 快 坐下 小李啊 手头有什么案子 案子 我这习惯了 手头有什么工作 暂时没有 得等公安部门把材料报过来 我们再帮他们鉴定 是不是属于建议勇为 然后呢 然后如果是建议勇为 就申报嘉奖 如果不是就打回去啊 那怎么鉴定呢 就是看看材料 然后再找一找 以前有没有相似的案例 然后再 这叫什么鉴定方法 这不是经验主义吗 阿刘 方局长 你好 方局长 你怎么来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建议勇为基金会的小李 这是我们方局长 局长好 好 那你们谈 我去吃杯茶 好好好 好 没事 顺路过来看看刘秘书长 这 这称呼有点别扭啊 我自己倒别扭 行 谢谢 老刘 这秘书长的办公室不错呀 那咱俩换换 你到我这儿来 我到你办公室去 来 请坐 方局啊 真出事了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最近这个网上啊 手机上啊 报纸上啊 铺天盖地的 说咱们公安 被这个高副帅孙颜彬给买通了 诬陷郑三友 是银行抢劫犯 你说这叫什么事啊 你说有什么办法 什么办法 量办 那你这意思就是说咱们不理他 就是他们闹是吧 我说的意思是以牙还牙 不过不是咱们公安局 咱们也用媒体 给他来一个大辩论 摆事实 讲道理 公安局要是找不着人 我去给你找两个 你还是有办法呀 是吧 老刘 这个案子 你可别真的放手不管了 这可是你把我清出来的 这冤枉了吧 你知道为什么让你到这个 建议永违基金会来吗 为什么 对吧 我得谢谢你 让我养老呗 养老美的你呢 到岁数退休制 国家规定那没办法 你说这个孙延斌 他算不算建议永远 来联手调查这个案子 认定孙延斌的建议永远行为 是吧 你看现在咱们公安 已经开始工作了 那你们建议永远基金会 也要介入这个事情啊 老方 你才是个老狐狸 我这就当好话了啊 老刘 你呢还是去见见这个 基金会的孙老 尽快地把这个工作交接一下 好 我马上就去 余生啊 咱基金会的事 可要拜托你了 您就好好养病吧 基金会还有那么多的工作 指着您呢 我老了 已经力不从心了 现在很多见义永违者 他们可是需要帮助我 我知道孙老 你安心养病 别想了 过些天我再来看你 对了 余生啊 我前些天找了好多朋友 帮助孙延斌请律师 这个事你可要抓紧他 我可听说马上就要开庭了 咱们基金会呀 就是缺一个好律师啊 你放心吧 孙老 我去找律师 谢谢王律师 多亏了您呢 谢谢王律师 真是没想到我们这场官司能打赢 对方可是万城地产哪 是个大的跨省开发公司 是啊 王律师 谢谢您 好了 你们都不用谢我了 这是我一个律师应该做的 孙老律师 周主任电话 好了 你们先回去吧 等事情办理完了 我会去通知你们的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您 谢谢律师啊 喂 周主任 是 胜诉了 什么 他们找我 我知道了 会说说再说吧 再见 太好了 我还怕咱们要是赢了这官司 肯定会得罪完成地产呢 没想到啊 咱们这边刚引赢 他们就给周主任打电话了 说跟咱们签约 还要把他们公司的法律事务 都交给咱们 我说一开始 您怎么不要那一百万呢 原来是这样 王律师 您这次可是给咱们事务所 立大功了 好了 回事务所再说吧 好嘞 您好好养病 我走了 孙老 您慢走 好 好 再见 我送了 再见 再见 你还想走是不是 不是 大哥 大姐 您听我说 您真误会我了 这人真不是我撞的 我 我从车上下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躺在地上了 还想耍赖 我亲眼看你撞的人 我 要不是我拦得住你 你马上就跑了 大家看看啊 信不信外面这个大哥 他也是证明人 对 我就能做事 我亲眼看见的你 你开车撞的人老人家 你们 你们这不是不像好人吗 什么 我们冤枉你 如果不是我们见语语的话 姑娘 恐怕你早就开着车跑了吧 对 没错 大家听听啊 小妹妹 我也很同情你 这事要是换了我 趁着交警没来 给老头掏点钱 这事不就算了吗 对呀 要不然这麻烦可大了 这老头骨折了 那 那 大姐 这要是真是钱能解决 那 那我得谢谢你 我谢谢你 不用谢小妹妹 我们都是见语语 我给你看看老头去 大家都散散吧 姑娘 我们是真心想帮你呀 你刚才也看见了吗 那老人家都已经骨折了 你说这住院费 医药费 护工费 这都不少钱 我们哪尽量 跟老人家谈到最低 差不多了 注意点啊 你也不容易 谢谢你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是骨折了 不过很奇怪 这应该是陈旧性骨折 不像是新状 你肯定吗 对吗 我肯定 谢谢 碰瓷的 碰瓷的 这帮人太坏了 得好好治治他们 谢谢大夫 大姐 我 我就这么多钱了 您看行吗 少是少了点 可是我这人心眼软 要不 我再跟你说说去 谢谢您 排情 挖个点 出门子硬啊 我 我可没收到 黑话听得很流 跟我走 你干什么的 走 对 来人哪 来人哪 马刘收拾东西给我滚蛋 听见没有 马刘滚蛋 快点 你警号做成 我去举报你 行啊你 还知道警号 我告诉你 我现在没有警号 你们还号称是建议勇为的 我跟你说啊 我就是建议勇为基金会的 抽空你们到基金会去一趟 我给你们切磋一下 滚 你给我等着 好 谢谢您 不客气 一家 这是给你泡的茶 请坐 谢谢周主任 当初万成集团的一百万 说实话 我还是真动心 可现在想起来 格局低了 还是你说得对 要想让敌人交枪投降 只能是把他打疼打垮 现在万成集团可是全面的妥协了 你准备一下 明天咱们和万成集团谈判 就靠你了 好的 是老张啊 行了 建议勇为基金会的事就别提了 我知道社会公益 可我这里也有难处啊 真是抽不出人手 好了 就这样吧 周主任 怎么回事 是老张 说建议勇为基金会那边 要找法律顾问 问咱有人手没有 说咱哪有时间哪 周主任 我觉得这件事我们可以接 余佳 你看咱们事务所 谁有时间哪 再说了 这社会公益也没有多少钱 哪个律师愿愿干呢 我去 你 我明白了 打公益牌是个好主意 这样可以提高咱们的事务所 在社会上的知名度 余佳 有你的 对啊 那就拜托你 上建议勇为基金会去一趟 跟他们好好谈谈 不过咱们事务所 可是名牌事务所 价钱方面可不能太低了 还有 你回去以后 抓紧把万城集团的案子 好好看看 他们指明让你借 他们公司的情况 我已经基本了解了 其实啊就是缺乏规范 这是产生问题的根源 好 明天就从这里说起 要一针见血 不留情面 好的 李警官 小崔 你怎么在这儿啊 公司安排我来上班的 从今天起 我就正式在这儿工作了 是吗 那好啊 这回算是梦想成真了吧 是 对了 那伤怎么样了 全好了 那就好 李警官 银行的那个案子 有结果了吗 我们还在查 小崔 我还有事 改天他们聊啊 行 那你先忙 大律师 那 那一小时得多少钱 我说老肖啊 这不是抢劫吗 我 我说老肖啊 你再帮我找找 这找就是物美价廉的呗 对对对对 对 好好好 好好好 那麻烦你啊 正好我这儿有电话进来 我 我接一下 麻烦你啊 喂 喂 老赵 怎么样 万和呢 那可是个大的律师事务所 那得多少钱啊 你你你再帮我找找 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 找物美价廉的 对对对对 对 这这对 你这才明白我的意思了 我呀现在是火烧眉毛了 要不然我也不会麻烦你 对 那麻烦你啊 好的 哎 哎 正好我这儿来客人了 好好好 再见再见 哎 老师长 好 这位是王律师 王律师 这是我的名片 哦 王律师 那你跟艺术长谈 嗯 好的 这位是王律师的 顺城律师事务所王羽佳 你就是王羽佳 没错 哎呦 那您可是个有名气的律师啊 我在报道上见过你 司法界上是很有名气的 不敢当 刘秘书长 贵基金会的孙理事长 托人找到我们事务所 想让我们事务所 做你们基金会的法律顾问 好好好 来 您请坐 请坐 不用客气 您看一下 这是我们事务所的收费价目表 收费方式 计费标准 这么贵 这只是咨询费用 第一次是免费的 之后呢按小时计价 如果需要调查的话 费用另算 后面有详细说明 王律师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也是刚掉了 你也别叫我什么刘秘书长 我呢其实 知道 您是名人 要不我还管你叫刘队 不 你管我叫什么都行 其实我要跟你说的就是 我们建议永维基金会没有钱 你看 能不能给打个折 不好意思 本事务所没有打折的行李 王律师 这好歹也是公益事业 对不对 你出庭的费用我们会全付的 但是呢 这个什么调查费啊 咨询费啊 能不能就 就减免 不好意思 本事务所也没有这个先例 什么本事务所本事务所 还没有这个先例 我告诉你 就是因为你们这样冷漠的人多了 社会上见义永维的人和事才少了 人情味就越来越淡薄了 不打折就不打折 您这律师我请不起啊 请 您请 好 如果您还有什么事的话 请联系我们事务所 再见 什么玩意儿 我就不明白 现在这些人都怎么了 上午我到医院去看老孙 老孙让我给建议永维的孙颜斌 找一个律师 我们建议永维基金会呢 也需要请一个法律顾问 我当刑警这么多年了 认识人不少吧 我打了一下午电话 居然没有一个律师 愿意给基金会来干事 为什么 为什么 全都掉前沿里去了 下午来了个律师 挺年轻 在咱们城市还挺有名 架幕表我一看 把我吓一跳 添架 把我气得 直接就把他轰出去了 你说说 那么多建议永维的英雄们 为了救人 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啊 有的都残疾了 可是这些律师呢 他们良心到哪儿去了 还是正面引导得太少了 前几天我们那儿来了一孩子 才十九岁 也是参与了抢劫杀人 来了以后啊 一直哭 我就问他 哭什么呀 他说啊 恨他爸妈 恨亲戚恨朋友 我又问他 为什么要恨他们 你猜猜怎么说 他怎么说 他说 如果有人 在他最初偷东西的时候 去制止他 他就不会发展到今天 也就不会抢劫杀人了 我听到他这个话 对我震动很大 你知道吧 是 虽说犯罪是他自己不学好 可想想他说的话呀 不是全没道理 从那个孩子身上 我又想到了你 想到我是吗 我就想啊 社会上正义的力量小了 那坏的事情就多了 你们公安呢 也就一天也不能消停 累死累活 也还是管不好治安 如果 社会上的人 遇到坏人坏事 都能挺身而出 让坏人像过街老鼠一样 人人喊打 那你们公安不就清静了 是啊 你说得有道理 现在社会上的正能量太少了 如果人人都考虑自扫门前雪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那长此一往不堪设想 看来建议永远基金会的工作 不简单哪 是 你的担子不轻啊 这么说 您现在到建议永远基金会了 对 不过小孙 你放心 甭管我在公安局 还是在基金会 你的案子一定给你破了 不过小孙 有件事情我得跟你说一下 建议用微基金会资金不足 请不起有名的大律师 所以呢 我们只能申请法律援助 但是你放心 法院给你指派的律师也是不错的 陆总 陆律师长 我不是有律师了吗 有律师 谁啊 王宇佳 王宇佳 他怎么会是你的律师呢 你得给他多少钱啊 我没给他钱啊 他不是您派来的吗 我派来的 对啊 怎 怎么回事 王律师 刘队 您这是看什么呢 我这身衣服有问题吗 衣服没有问题 人就不好说了 王律师 我刚从小孙那儿来 他告诉我说你同意 给他免费当辩护律师 这我就不明白了 昨天和今天 哪个才是真正的王宇佳呢 都是 不过昨天我代表的是我们事务所 公事公办 当然要收钱 而今天我代表的是我个人 所以我免费为孙延宾辩护 那太好了 您要是再能免费给我们基金会 当法律顾问 那就更好了 这个我可以考虑 真的 那好 那我代表基金会和小孙感谢您 您先别急着谢我 虽然我不收钱 但我还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 你说 这个还是等我帮你们打赢了官司再说吧 另外还有一件事 我想去一趟交通队 私下的 您跟他们熟 希望您可安排一下 没问题 给你添麻烦了啊 没事了 等有什么消息一定给我打电话 放心吧 刘队 好 好 请请请 王律师 王律师 你觉得咱们赢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的工作是建立在可信的证据基础之上 在没有了解证据的时候 我没办法做出品 不过还是那句话 我会尽全力的 孙延宾就是见义有偉 如果判他是交通肇事 那就太冤枉他了 刘队 现在已经认定郑三友 是犯罪嫌疑人了吗 还没有 这就是了 只是孙延宾自己认定 郑三友是抢劫银行的犯罪嫌疑人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 郑三友是银行抢劫犯的可能性很大 就算最后证实了郑三友 是抢劫银行的犯罪嫌疑人 认定孙延宾是建立勇为 可是如果证实了孙延宾 确实撞死了郑三友 那就要看孙延宾的主官和客官行为 有什么不当 如果现场的痕迹证明 孙延宾在主官和客官上 都有故意杀死郑三友的意愿和行动 并导致了郑三友的死亡 那么不管是不是监狱勇为 孙延宾都触犯了法律 刘队 法律是公正的 但有时候也是无情的 这一点您应该比我清楚 王律师 您说的有道理 您要不要再到现场去看一下 我确实要去现场看一下 不过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我和那儿的交警比较熟 我跟你一起去吧 刘队 我习惯自己查案 好好 好 那我先走了 好 师傅 您这儿也太简陋了吧 这破窗户 十几年没换了吧 还有这桌子 这桌子我跟你说 一使劲就得散架 你懂什么你 十几年没换怎么了 你没看吗 这都老窗户 这多好啊 这桌子是古董了 懂不懂 就这窗户 这冬天一到 小心您的关节炎 风事运又得散 你想过来揍我去了 是不是 我是来向您汇报工作的 汇报工作找你师哥 那摊交给他了 他这忙着呢 方局让我来向您报道 说是让我当基金会 在局里的联络员 还说让咱们师徒俩联手办案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把我都说懵了 你们唱的是哪出啊 这老方真会算计 把你都给派了 你们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医书长 卢下出事了 出什么事 您快去看看吧 走 医书长 您看这都写的什么呀 这还有呢 把洞给我摘了 把洞给我摘了 这 这都是谁干的啊 这是啊 这到了基金会 小贼都能返天 我在公安局干了这么多年了 那贼抓的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谁敢在公安局大门口乱写落法地骂我 我要不抓他几个 我就不姓刘 跟我较劲 师父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警服一拖 一帮碰瓷都跟我较劲 行了 您放心 这事交给我了 我分析是一帮流窜犯 你让站前派出所给我盯着点 我估计他们住得离那不远 先给我抓几个再说 好 对了 案情分析会怎么样了 今天下午三点就等您了 什么叫就等我了 我去了就是旁听 秦队和师哥让我来通知您 只要您去就行了 好好好 我一会儿就去 你先走吧 我把这儿处理一下 好 那我先走了 来 各位 介绍一下啊 这位是 你们好像都认识他吧 认识也得介绍 这位是我们市建议勇为基金会的刘秘书长 大家欢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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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叫秘书长听着别扭 还叫老刘吧 都听见了吧 刘秘书长指示 以后叫老刘执行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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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叫秘书长听着别扭 这次这个银行抢奸啊 因为涉及到 孙颜彬的建议勇为的认定问题 所以经过局里研究 我们决定邀请 市建议勇为基金会的刘秘书长 老刘 刘玉生同志 来协助我们一起破案 大家欢迎 咱们说好了啊 案子还得你们破 我只是来协助的 不管是什么 只要您往这儿一站 我们大家呀 就都有主心股了 对 你们都别乐啊 这个案子是部里挂了号的 到时候破不了案 那就是咱们的失职 开会 老刘 这边坐 好 按照您划定的范围 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大半 这一片呢 是最难完成的一部分 这一片都是老旧糊涂 出口很多四通八达 很难能够完全堵住 而且这边都是大杂院 尤其是最近几年 老住户们都纷纷搬迁了 这一片呢 就成了外地打工者的居立地 给我们派查工作 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离开啊 地图 你们看啊 这里离我们发现的第一个落脚点 有三公里 离出城的路口有四点五公里 这里进城的路有三十几条 出城的路也有二十几条 我要是罪犯 我就选择在这里当落脚人 钱就有可能藏在这里 越乱的地方越安全 好 商业 再调两组人过来 一组从南 一组从北 两面夹击 挨家挨户的排场 这叫输闭子 好 你就守在这里 离开 同志秦队长 让他守在这里 这是进城的必经之路 是 去吧 那我先走了 好 按照这帮家伙的作案习惯 他们发现我们在挨家挨户的排场 有可能不是选择向室外跑 而是选择进入市区 藏匿起来 你在这里一定要把火关 您放心吧 师父 好 好 好 回见啊 老板 回见 老板 回见 回见 好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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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辆车的车头啊 很明显有撞击的痕迹 而且残留由死者所骑摩托车的油漆 这里有监控吗 有 不过 当时被开过来的大巴车给挡住了 怎么 你怀疑有问题啊 黄律师 我跟你说 这个案子可有很多的目击证人 当时李凯警官就在现场 而且那个孙雁斌已经承认 就是他开车撞的人 所以应该不会有什么差错的 我不怀疑什么 在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之前 我也不主观地相信什么 这是我的工作方式 好了 谢谢 再见 再见 师傅 这哪儿来的律师啊 这谱子怎么这么大呀 我还得调查案子呢 没时间接受他的调查 哪儿那么多废话 耐心等待 人家不要钱帮咱们打官司就不错了 王律师 来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是我的徒弟 李凯 李凯 这是王律师 小孙的法律顾问 你就是李凯 孙彦斌交通肇事案的目击证人 怎么了 坐吧 我有问题要问你 师傅 赶紧坐 请问你的姓名 你不是知道吗 姓名 李凯 职业 公安 你没吃饭啊 你请啊 我对你没兴趣 谢谢啊 我对你也没兴趣 你赶紧问 我还得请我师傅吃饭呢 很好 那我们开始吧 可吃啊 一会儿凉了 不吃 我就不明白了 她谁啊 不就是一小律师吗 牛什么牛 她是大律师 你真的没听说过她的名字 王宇佳是咱们市有名的大律师 业务一流 还是个大美女 就是为人处事嘛 有点公事公办 少了一点热情 有点骄傲 就是那种冷美人 她还是冷美人 我倒没看出她有多美 就算她是天仙 辣人那张脸就没人要 对了 师傅 你说她到基金会来 一分钱都不要 她图什么呀 你说图什么 图名呗 孤名调狱 就凭这个 她就能出去吹牛了 对了 师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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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点什么 你好 前两天发生在你们门口的这起交通诏事案 您应该知道吧 知道 当时有很多检查 警察调取过这个监控录像的资料吗 我是律师 发生在你们门口的这起交通事故 牵扯到一个重大的刑事案件 所以请你配合我调查 实话跟您说吧 私自在公共场合安装摄像头是不允许的 所以我们老板在事后就把摄像头给摘了 毕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你的意思是说 警察来的时候 这个摄像头已经被摘掉了 这个录像资料能保存多久 大概一个月左右请你一次吧 太好了 把你们的录像调出来给我看 这个我做不了主 给你们老板打电话 快 她傲气是吧 这王宇佳是很傲气 你生气啊 你不是也挺傲气吗 你要是能把你那点傲气改一改 你还能进一大步 师傅 这不是说她吗 怎么又说到我这儿来了 我看你们俩挺像的 我像她 尹标 什么 你们在撞车的地方找到了监控物像 好 我马上让李凯过去 去 到咖啡馆找王律师 有线索 我不去 她就是这么律师那有什么线索啊 那我吃两会她去 行 我去 行 我去 这顿饭你请啊 臭小子 你到底想去吗 就好 有事 是 你 可以 来 慧哥 你说怎么办 公安排查的位置 离你们住的地方有多远 就隔着一条街 我观察了 只要他们这种 南北对劲的速度 不出三天 就查到我们了 观察点这儿 他们已经查到楼下了 最晚明天晚上的查完 查完以后 你们住回来吧 那钱呢 明天晚上有暴雨 到时候 你听我的通知 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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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律师 找我来什么事啊 看录像 这